因为疫情稍稍趋缓 今年新竹市儿童艺术节 封的运动场 终于可以顺利举行 要带领大小朋友 欢度一个最开心的儿童节 今年的场地 选在新竹头前夕左岸场地 有儿童音乐剧 飞天王国极限挑战大赛 还有六大游具 等着小朋友前来体验 2021儿一节 将在4月2号到4月5号 在新竹左岸要强势回归 那大家都知道 新竹是一个儿童的城市 那在这座城市 14岁以下的孩子 在我们城市人口比例高达17% 那这几年来 我们也在各项建设 公共建设以及教育工作 琢磨非常的多 那当然对于儿童专属的 逸文活动 我们也特别重视 那儿一节呢 是从2016年 就开始展开的活动 那每一年都会来举办 那每一年都会超过 20万的这个大朋友 小朋友来共襄胜举 今年的六大游具 很不一样 有可以爬梯攀岩的越野场 空中漂浮飞行人 以及10公尺高的漫步云端 神网攀爬 还有7公尺大型溜滑梯 再加上push bike 与迷你棒球将会是有史以来 最刺激的儿童艺术节 透过迷你Baseball 这个赛事来参与 那迷你Baseball 它是一个针对小朋友的 不同的打击的能力 所进行的一个赛事活动 那所以在现场呢 4月2号到4月5号 我们有这个提供全力打击 还有投打 跟迷你可以投打 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游戏 让现场的大朋友 小朋友一起来参与 那今年的儿一节呢 除了风的运动场 会照常的来举办之外呢 让孩子无感体验之外 我们也特别 邀请了国内非常重要的剧团 包括Folka 佛罗摩沙马戏团 以及武林剧团 在20号 3月20号 27号 先行演出 那另外呢 在4月2号到4月5号 在新竹市政府周厅 有热高的活动 要让我们的小孩 透过热高的拼装 担任一个小小市长 来为这个城市做一个想象 那另外呢 在晚上的时候 我们也透过光雕 打在新竹周厅 要来述说这个城市的故事 不只儿童节连续假日 有重大活动 其实从这个周末开始 在新竹周厅 就陆陆续续 有满满的活动 有热高策展体验活动 也有周厅的剧场投影 以及新竹卫视集等等 内容相当的丰富 非常值得民众前往体验 凯伯新竹林彦斌 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